配合年底9合1选举号次抽签作业 复理相待会员令上午进行乡政总咨询 改在下午进行 包含张玉立、潘雾本以及林梦柔等人 轮番上阵强力咨询 他会有上网有公告说要那天提休 但是一些老人家都不知道说 不会看啊不会上网看啊都不了解不知道啊 每个人都在那等等了好久 想说奇怪怎么都没有要设策 乡代表张玉立除了咨询要求 乡公所网路马路双管旗下的公告通知 再者对于如何活化再利用幸福广场 张玉立请乡长陈荣冲说明 因为这个农村产品 我只是想应该 我的梦想是希望他把作为一个直销者 就像我们在日本去看 另外曾经是0921地震受灾户的乡代表潘雾本 面对这一次0918墙震后满一个月 强烈咨询灾后重建进度 已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整个灾后重建的部分 我想了解一下乡长有没有你的想法 到底是怎么样去重建 在公共设施的这个马路 还有党服务场各方面 我们复理乡公所这边报了将近三亿多 报在上未进 他们也陆陆续续的有来勘察过 那前几天 现在我们已经有过了两千多万下来紧急的 希望我们乡公所能够尽快的 用这个紧急处理的方式 赶快去复旧 接棒咨询的乡代表林梦柔 建议学习封冰箱路灯保修导入科技化 另外也尽速建置轮田大桥变道 一例农民秋收 学生上下学的交通 大桥的变道要开始做了吗 什么时候可以做 让乡亲可以开始通行 前天应该先生我有下来勘察过 这个变道它会马上去处理 但是后续的管养是要由乡公所来管养 那我们这个科长也当时也跟那个承办员 先生承办员也承诺了 只要它变道一通的话 后面的管养是我们乡公所来管养的 虽然今天相待会定期会议成 因为年底选举耗次抽签作业而改在下午举行 不过张玉丽与判物本林梦柔三位相代表 对于部落文件站广场修缮 独居老人申办中低收入户 图书馆地震灾损严重密地重建 地震灾后重建进度等议题 提出强烈质询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